3月10号下午在四川成都高新区的一家泰式餐厅内 泰国国家旅游局成都办事处处长林美彤与同事正在录制新一期宣传泰国美食的视频 据悉 年过五旬的林美彤来自泰国宋卡府和爱市 她曾在泰旅局普及办事处工作 2020年到成都就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出境旅游受到巨大冲击 特殊时期 在泰国国家旅游局工作了30余年的林美彤 带领团队及时调整工作模式 主要通过线上平台云端推广泰国 希望疫情结束后 泰国仍是中国游客首选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从泰国的美食之都到中国的美食之都 热爱美食的林美彤认为 通过美食能够更接地气地 推动泰中民众开展交流 为此她也亲自下场转型视频博主 以美食视频制作为主 介绍相关的文化民俗 有很多美食可以知道全世界的外国 如今林美彤已经发布了数十条视频 并收获了很多热情友善的评论 除向中国民众宣传泰国外 作为旅游达人 林美彤也会打卡中国的美食美景 并利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在泰国推介中国 好 kern Oder什么 未进的海赛 我和国际澳历醛 海赛 在海赛 不幸产生 海赛 不幸 carry AY 很久没有 如其他太也发布 礼 нал ot 自分野吃 有此前来 相对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泰中旅游往来造成了阻力 但林美彤对未来跨境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仍然十分乐观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 泰中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往来都会日渐深入 未来他也将继续自己的博主事业 持续发布优质推荐内容 并举办线上互动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泰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